Hi! My name is Kai A1 今天要來快速開箱這個南光的FORZA 60C 一個RGBAC LCOB LED 那我們就直接來開箱吧 OK 所以我們這裡有一個南光的 算是硬盒 就是硬的箱子啦 然後外面是布料這樣子 那上面這裡有兩個 不知道是在幹什麼的魔鬼棧 我完全不知道他要幹什麼 待會來研究一下 喔!可能是背那個背帶的時候要用的吧 這裡有附一條背帶耶 可能是上面又幹什麼用的我也不知道 所以裡面有一個保證卡說明書 這裡還有一個電源併壓器 就是DC頭輸入 我們來看它是90W的電源併壓器 那它上面有一個 這應該是 有鋼絲在裡面吧 我也不確定 就是有一個可以掛在你的C-Stand上面啊 燈架上面 然後後面還有一個V掛接口 就是如果你有那種KUPO的C夾 然後有一個V掛接口 你就可以掛在上面 那這併壓器旁邊還有兩個小耳朵 然後你就可以自己DIY 可能放束帶啊 或是幹嘛的 魔鬼棧之類的 你就可以把它捆一捆 就把它綁在你想要的地方 那盒子裡面還有附一條 差不多兩公尺長的電源線 那這一條電源線呢 就是都用這種 充相機充電器這種頭啦 就是應該還滿常見的 然後就是 我覺得它還滿細的 我也不知道這是優點還是缺點 然後這裡就有我們的燈光本體啦 哇齁 那這盞燈大概90%都是塑膠 就是像是我轉的這個把手也是塑膠 這個把手也是塑膠 然後上蓋下蓋 前面後面全部都是塑膠 它除了這個側邊的 看起來像碳纖維板 不知道到底是不是真的碳纖維 反正就是應該不是塑膠 然後還有這個接燈的這整支 非常紮實 這個也不是塑膠 那其他的全部都是塑膠 連這個標準照外面也都是塑膠 就是它能用塑膠的地方 它都用了塑膠 盒子裡面還有附給你一個 這個COB的保護蓋 還有一條箱子的背帶 就這樣子 箱子裡面就沒有東西了 好那我們就直接插電 來玩玩看這一盞 神奇的RGB-ACO的LED燈囉 OK 那電源都接上了 那我們就直接來開機看看囉 OK 第一個問題 有風扇的聲音啊 這個風扇的聲音 頗大的喔 我不知道 它現在可能是全速跑 我們來試試看 OK 所以進了選單設定 它的風扇只能開啟或是關閉 它沒有說什麼自動啊 或是低速轉 它就是只有開啟或關閉 那我是覺得它的風扇 聲音是聽得到的 沒有像網路說 完全靜音 什麼超安靜風扇 我電腦風扇都比這個安靜 你就知道是聽得到的 就沒有到非常安靜啦 這個需要注意一下 好那我們就稍微玩一下它的 各種神奇的功能囉 那這盞燈的操作 其實如果你用過藍光燈棒 那其實就大同小異 左邊是一個無段的調整 它是調整亮度的部分 那右邊這個是調整功能 那功能這個旋鈕呢 它是有一段一段的 它是有一段一段 對 一段一段 就你來挑選不同的功能 那我有一個疑問 就是為什麼藍光是這樣設計呢 你看它的DMX 它是有一個 要轉上去的螺牙 可以讓它鎖在上面 但是它的電源沒有耶 它的電源只是用一個阻力 就讓它摩擦力 就直接卡在上面 所以我打一個問號 就是它這個電源 會不會插久就鬆掉了 很容易鬆出來 這我不知道 這要用時間來驗證 那為什麼右邊DMX這個插孔 是用這個螺牙可以鎖進去 啊左邊這個電源不要 我不知道他們為什麼要這樣設計 好啦 反正就CCT模式 然後HSI模式 然後就是一些神奇的特效 差不多就這樣子啦 結果它還是一盞燈 OK 沒有什麼太酷訓的東西 那我在買這一盞60C之前呢 我有就是看一下大概網路上的review 那大部分的review都 說錯了一個重點 就是它的盒子裡面沒有附這麼多東西 因為那些應該都是 南光直接寄給那些人去評測 或者是測試 或者是review這樣子 所以他們就是直接寄所有東西給他們 但是盒子裡面是沒有 就我看一看說明書 我才發現就是review 他們講的有那個保容卡口的轉接配件 跟那個NPF電池的那個V V掛嗎 就是NPF電池的那個板 然後可以直接插直流電進來 那個也沒有配 就是都沒有啦 沒有像review說 什麼全部都有 其實都沒有 就它就是一盞燈 一條線 一條變壓器 就這樣子結束 還有一個標準照啦 就這樣沒有了 所以如果我想要 像是那個NPF電池背板 然後可以直接接DC直流 直接供電 因為這盞燈很小嘛 你可以塞到各種小角落 那如果電池供電 應該會蠻方便 然後我就需要另外購買 那現在我手邊有另外一個配件 也是一起買的 就是二手的Fernel配件 我們就把它裝上去玩玩看 反正就是配件都要買啦 沒有像review說 什麼都有 什麼箱子裡面塞不下 都不是真的 OK Fernel夾上來 然後前面的Barn Door夾一下 夾看起來就是一個 很橢圓的一個形狀 沒有辦法比較 比較直的線啦 這真的是還蠻橢圓的 如果再夾細一點 夾到非常非常細 你就會開始看到有一些 一條一條線在上面 但通常應該不會這樣用啦 好啦沒什麼大問題 這個Fernel主要就是 可以變焦 可以放大 我把這個前面的四頁片拿起來 那我們就可以開心的變焦 放大放大 OK所以這是45度角 然後這個就是傳說中的12度角嗎 12、13度照射範圍更可以控制啦 然後如果你在搭配那個Barn Door 這樣子 稍微控制一下光 那這個應該是 還蠻好用的小工具 神奇的Fernel OK所以如果什麼都沒有加 它其實照射範圍就沒有到很寬廣了 就是它已經稍微有一點 蠻局限的可能50度嗎 或者是50度左右啦 就是它的照射範圍 感覺就是已經是 平常的COB 已經加了標準照的感覺 類似那樣的感覺 就是它沒有辦法幾乎180度的 大亂照 就是比較局限的部分 就是如果你一個距離很短 像是現在這樣距離很短 你想要照整面牆 那是比較困難的 你可能前面要加一片 隨便的柔光值這樣子 才有辦法辦到 不然它的照射面積就是 照射角度就是 稍微有點局限這樣子 然後它的標準照的部分 有一點斷層 就你如果仔細看的話 就是可以看到裡面有一圈 然後外面也有一圈的圓圈在上面 就稍微有一點斷層 如果不注意應該是還好 那我們稍微玩一下南光的APP 因為聽說很難用 我也來試試看到底是多難用 然後我們就來結束這個影片 因為這個目前還不是review啦 就是我才剛開箱沒有辦法review 就是這個只是開心開箱 然後跟大家分享 哇賽這盞燈到底是 什麼酷炫的東西 就是一個RGB 就是有各種顏色的 七彩的 不只七彩 反正就是各種顏色可以變換的 小小LED燈啦 目前市場上應該是 唯一一間 就是做一個小小的 RGB COB LED RGB ACL COB LED 的廠商 OK順利連上 沒有網路說我那麼誇張啦 我不知道可能是我手機剛好 適合這個APP 就是剛好優化到或是怎麼樣 不然 目前看起來是還OK 但是就是需要時間來驗證 如果你真的在一個拍攝環境 有很多藍牙2.4G的東西 飛來飛去 可能就會受到干擾 不知道這個 要等review full review才會知道 反正就是 目前 就在旁邊 還蠻快速的啦 連接 就是重新 新的配對 也沒有花很多時間 還行 稍微玩一下這個APP 我想要許願一個東西 就是它的APP 如果有可以加上一個 叫做RGB LAC 就是每一個 燈光的 就是我可以分開單獨 調整每一個的數值跟亮度 這樣子我覺得會 可以更能發揮這盞燈 可以做到的事情 就是我目前就只有 像是RGB BWHSI跟XY 就我沒有辦法知道 我到底是用什麼 燈光的那個 顏色去發出來的光線 就如果我單純就是想要 反正就是我想要多一個 就是每一個 我可以調整這六個 單獨調整 它的每一個的強度 這樣子我覺得會 比較多發揮的空間啦 因為現在就是你這樣子調 就是幾乎都是混 一定是兩個顏色以上 就你很爛就是單獨 我就是想要那個R百分之百 我不知道它到底會怎麼樣子 反正就許個運 不知道會不會發生 OK 最後我們今天的 南光Forza 60C的快速開箱 跟開心分享影片 那當然喜歡這支影片 按個讚訂閱我的頻道 可以看更多的相關影片 如果有興趣就是 未來有Full Review 你就訂閱一下吧 那這裡有一個全部都是 攝影相關的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My name is Kaiyuan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bye With your attention �네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